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中美双方在战场上炮火连天,你死我活 这个是我们能看见的战争 但其实还有一场少为人知看不见的战争 也在悄无声息地进行 它虽然没有流血牺牲 但也绝对致命 间接地牵动影响着整个的朝鲜战区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 美国便充当起带头大哥的角色 灵魂带骗地拉着一群小弟 对参战的新中国上下其手 不仅扬言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战斗 还直呼要在战斗中崩溃我们的经济 而经济作为战争命脉 美国是如何来掐住我们的呢 在经济实力的悬殊之下 教育又是如何进行反制的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 抗美援朝制中美经济战 众所周知 拿经济打牌是老美的一贯招数 也在这次中美博弈之间淋漓尽致的展现 时间回到朝鲜战争之前的1949年3月 此时全国各地还在如火入土地进行解放战争 老蒋兵败如山倒 美国总统杜鲁门看到形势不对 便马上停止了援助 间接抛弃了蒋氏政权 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允许与西方世界建立贸易关系 想以此拉拢新中国 当然这并不是他老美良心发现吧 而是觉得当时的新中国对苏联 有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倾向 为了促成中苏分裂 想以此在中苏之间打入个钉子 在战略上也能达到中国对西方的依赖 但献媚有多快 打脸就能有多快 当时的中苏关系如同一对难兄难弟 未表立场 一年后便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合约 明面上就是直接告诉你老美 跟你不是一路人 在老美的影响下我们与美英日马等国的贸易都受到小幅度的影响 但此时由于双方还没有撕破脸皮 大部分还是在正常迷行 到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在得知志愿军入朝作战 公然和美国叫板 而且还接连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眼红的美国便马上把我们列入了敌对关系 为了配合军事行动 老美直接将海母编队开进了台湾海峡 明着看是阻挡台海统一 暗者其实在封锁中国海岸线 锁死对外贸易 并对中国全面实施禁运 跟在其灰下的一众小弟 如日本、英国、马来西亚等 也纷纷加入了对华禁运之列 霸道的禁止外国船只运货去中国 要求经过或停留美国港口的船只 只要是运往东方的 便找理由阻碍或直接截流 那为了名正言顺进行制裁 美国还操纵联合国 通过了对中国朝鲜实行禁运的提案 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等也先后实行了对中国的禁运 而且为了对中国进行最大限制的遏制 1950年12月 美国政府下令冻结了中国所有的在美资产 还严禁华侨汇款汇国 几乎断绝了中美之间每一分钱的交易 而这些仅仅只是禁运 为了彻底堵死中国的重要战略物资输入渠道 杜鲁门还签署了巴特尔法 要求一众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小弟国家 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法案清单上的物资 否则就跟你翻脸 这部法案的力量无异于直接掐住了中国经济的脖子 虽然不至于窒息死亡 但至少能让你闯不过气来 美国商务部更是扬言 凡是一个士兵能用到的东西都不许运出去 美国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截止至1952年10月 除了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殖民地外 全世界已经有53个国家和地区 同意了该法案并付出行动 但来而不往非离也 正如教员所说 你打你的原子弹 我打我的手榴弹 这句话放在经济战中也是适用的 从一开始跟美国叫板 我们就已经料到了他会来这样的招数 于是在即将到来封锁之前 便开始有步骤的购买国内外上缺乏的各种物资商品 赶在经济前 把被动结合被扣押的一部分资金 物资运回了国内 虽然缓了一口气 但随着封锁加剧 常规海上的贸易渠道被关闭也撑不了多久 于是进口方式不得不从传统集中运输 改为分散运输 说直白点就是走私型贸易 于是一条条地下的秘密走私路线被搭建起来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对策 也表露出美国的霸权不得人心 实行禁运的决议通过后 英法等西方盟友便坚决反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经济战这种就是商敌一千 自损八百 你老美跟人家中国干架 还拉着我损害自己的利益去帮你 换谁都不愿意 人家也要发展也要做生意 碍于面子 我明面上支持你 但我暗地里该干还得干 就这样 面对四面境运的围困 我们还是有许多秘密的贸易路线支撑着 像早期的华润 就堪称内地在香港的红色买手 走私枢纽 当时红润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港商 乔商 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输送钢板 药物 武器等战略物资 那如果把这些形容成是夹缝中找生机的话 那么接下来就是反制了 反制第一招就是自强不息 自从老美的全面经济封锁开始 教员便省时夺势制定了资历更生 艰苦创业的经济发展策略 全国人民一面踊跃交售粮食 捐献飞机大炮 一面响应号召投入到爱国增产的节约运动中 全国剩下一条心 只要饿不死 你就休想在经济站上占到便宜 第二招就是联合对抗 不只是你老美有兄弟盟友 我也是有盟友的 封锁开始后 我们便加大了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胡同 一面加大贸易扩大出口 一面告知今后年内工业原料的需求 让其帮忙生产 兄弟盟友也并没有让我们失望 也正是他们输送的战略物资 支撑着我们打赢了抗美援朝 在这个契机下 我们和苏联方面大批量合作 签订了一百多个大型工程项目 第三就是经济反制裁 并不是只有我依赖你老美 有些东西你老美及背后的一众小弟 也要依赖我的 比如朱宗 铜油等原材料 在美国对我们宣布禁营后 我们随即也宣布禁止朱宗和铜油 运往美国 当时的朱宗大王古庚宇 为了支持国家抗衡老美 在香港和美国注册公司 秘密的利用朱宗 换回了大批国内紧缺物资 也因为美国的需求量大 朱宗在不久之后就被解除了限制 成为撕开经济战的第一个突破口 还有具有垄断地位的铜油 当时全球90%的铜油都来自中国 那它也就成为了从他国换取短缺战略物资 反制美国的重要力量 也就是在这三板斧下 美国拿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在这样几乎全球范围的经济制裁 我们仍然可以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坚挺着 所以在抗美援朝期间 为了彻底突破美国的金融围剿 中国对内资历更生 对外则主动出击 在被压迫中成功反制美国 也同时动用外交手段 去分离那些被迫参与对华封锁的国家 把美国这场自倒自演的经济战逐渐粉碎 郑士军认为 抗美援朝的中国 之所以让美国等西方一众国家胆寒 不仅仅是志愿军战士们在前线的运血奋战 前仆后继 还有教员等第一代领导人 在大国博弈间散发的睿智与血信 简单来说就是 你可以利用一切手段来打压我 但是想让中国人喊疼求饶 是不可能的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我是真史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